今天是6月17号,比较关键的一天 因为昨天A股出现了整体的一个大跌 出现了非常明显的一个沙跌 前期热联的有退潮 但下跌的原因的部分是因为美联储 即将公布它最新一期的议席会议的相关内容 所以A股抢先一下,先杂为敬 但是从昨天晚上的美股的表现 源于美元还有黄金的走势来看 市场确实是有一定的动荡 对美联储这次议席会议做出了响应 但是从美联储议席会议的主要内容来看 还是在安抚市场 不过在安抚市场的时候 也重点提到了通胀的压力 确实对美联储来讲 目前比较重要的一个应对 困境的就是通胀究竟会什么样走 昨天我们也看到美国的财政部部长 前美联储主席耶伦 也对通胀表示了一个担心 所以美股是有所动荡的 美联储我觉得整体还是各派 从之后点证图所显示的加息的时间和可能来看 还是比较有远 在2023年的时候会有两次的加息 那么至少年内 大家也都知道没有 明年也不会有加息 那就是怎么样的回收一点QE 怎么样的对抗一下通胀 怎么样的保证经济的增长 就业等等这样一些因素 之前我们也讲过 其实美联储现在的操作空间不是特别的大 它需要的是跟市场做出有效的一个沟通 美联储受现在这一届美国政府的影响其实很大 它也很难保持像以往早先的时候的那种独立性 明年美国还是有一个中期选举的一个问题 拜登现在拼得很凶 所以留给美联储的操作空间不大 这次加息的预期也放到了2023年 跟我们之前的分析是一致的 大家看美国走势 美国昨天这个动荡还是有的 这个消息出来之后 美股呢出现了一个跳水 然后呢有个收窄这个跌幅 最后呢以小跌的这个结束 这是美股的一个走势 就是一个高位的一个动荡 动荡的幅度呢不算很大 我觉得相对以往来讲呢 这个动荡的幅度呢不大 黄金呢是彻底的走路 已经回到了1800附近 是走出了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回调波段 黄金的走势呢一方面是对流动性的担心 另一方面呢还是因为经济的总体是齐稳的 所以呢避险的要求呢也没有那么多走势 这个是黄金现在很尴尬的一个地方 跟历史上面所处的环境是大不同 我觉得是有必要的强调 黄金呢是没有历史上面 之前的那种低位 没有那以前那种低位 所以按以前的那种角度去炒黄金 成功率都不会太高 原因的走势呢还是比较坚挺的 原因的走势还是比较坚挺的 美元呢显然是出现了反弹 因为毕竟还是响应了一下 美联储呢要收紧 要对抗的通胀啊等等这样一些因素 所以美元指数呢涨了有半着一 半着一 这是外面的一个情况 那么因为呢美股呢没有太大的一个调整 没有太大的一个调整 受冲击呢主要是黄金这些 原油啊铜啊这些呢都算是原地踏步 所以对今天的A股的直接冲击呢 也就比较小一点 也比较小一点 这是一个外部呢跟A股的一个联动 第二一个呢A股呢昨天跌幅太大 特别是呢这个激进重仓的方向呢跌幅太大 它需要有一个快速的有效的一个修复 不然还是很麻烦的 因为昨天跌幅太大 重点品种呢几乎是全境静默 所以今天我们看A股的走势 就是开盘的时候呢有点 这个方向不明对吧热点也不特出 但是开盘之后呢是迅速的主动出席 拉出了这个市场的热点 拉得也很凶 拉得也很凶 那主要呢我们看就几个板块 一个是顺周期方向的板块 顺周期的这个中远 中远海控 这是今天资金推动的一个重点 昨天也是资金推动的一个重点 这个很凶悍 重点掌平板 这是还供相关 这个带动了相关的一个类型个股 第二一个呢就是 这个物联网啊等等这样一系列的东西 就是红崩出来之后 它这个后续的一个发酵 这部分呢也走得很强 然后呢再加上的半导体啊 都是算是科技股吧 一个大类 然后呢稍微有点集中的一个攻击方向 这是一条线啊 也是给市场的带来了比较大的一个支撑 那第三一个呢 就是昨天呢出现大跌的这部分品种 那在今天呢出现修复 以比亚迪宁德时代等等这些呢为代表 基金的核心品种 它是不能拖的 因为昨天那个阴线有点长 如果你拖了 那人气呢就容易散 而且拖了呢形态呢就容易往下走 所以呢今天上午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它是比较快的顶得上来 这个呢算是主力在场 即时抢救 这是做的还是比较及时的 比较及时的 那么科技股这个方向呢 我觉得还是得看到呢 监管层 找有这个运筹为务 找有运筹为务 怎么讲呢 就是之前的基金 推出了一个新的ETF产品 双创50 双创50 就是科创版50加 创业版50 这样的做了一个双创50 这样一个新的投资的这个产品 这个产品呢 它的好处呢 就是连接科创版和连接创业版 就把两个连接起来 形成了新的一个单一的一个投资产品 就你买这个产品就可以同时投资到科创版 也同时投资到创业版 迎合现在的这个市场的这种需求 当然也是跟国家政策的结合在一起 那么比较巧的地方呢 是它算好在下周一的时候呢 开始卖批了有九个吧 批了有九个 那么这样呢 就使得昨天杀跌的这部分 基金的核心品种 就有一点严均支撑 这样的一个理由 我觉得这个10点的安排呢 还是挺巧的 挺巧妙的 就是可以看到呢 它确实有一笔钱在后面 又让投资者呢 在杀跌之后呢 不敢这个进一步的一个杀跌 这样呢 是方便的机构做修复 这个呢 我觉得是监管的高明的地方 看着盘 在批作业 这是高明的一个地方 那么 这是强的 对吧 但今天呢 我们可以看到呢 市场情绪 恢复得很快 并且呢 保持在一个相对高位 但是呢 人气啊 在成交量呢 上面呢 是没有得到显著发挥的 就上午的这个成交量 跟指数的表现 还是显得弱 有点加量背离 两市合计的成交量呢 也就五千一百 是最近一段时间的最低水平 所以今天这个反击 如果乐观的话呢 就可以看称说这个反击 攻击点 很集中 而且效率很高 受到的抵抗 比较脆弱 就是乐观的 量给跟上来 但是反击的力量比较大 所以呢 乐观点呢 就会觉得说 抵抗并不强劲 效果的很突出 没有放太大的量 对吧 这是一种解读 乐观的 那悲观一点的 或谨慎一点的 就会觉得呢 说这个拉伸的过程 这个缺乏量能的有效支持 所以呢 它的有效性 是有待确认的 就是拉了回去 气势比较惊人 但是量能不太够 不太够 昨天呢 是带有一点 这个放的量往下走的 前段时间呢 也达到了万一亿的 这样一个成交水平 所以呢 在上方呢 是有堆量的 那今天的反击呢 在量上面呢 是有欠缺 那我觉得这是在量的上 从个股涨跌比例来看呢 对半 两千加对两千加 没有拉出差距来 就是跟这上涨 本身的没有拉出差距来 说明呢 上涨还主要是 这个偏权重的方向 受益一些 这是这么一个情况 然后呢 就是辛苦这部分 昨天我们讲说两个 最近两个核心的辛苦 一个呢 就是三峡能源 三峡能源呢 我觉得 长线题材还是 还是很突突的 因为它 它毕竟是 母公司厉害嘛 对吧 这个风光主题 这样的话呢 就使得它呢 有溢价的可能性 第二个呢 就是绝对股价呢 比较低 这样呢 就看散户的日情 追涨的愿望 那么连续三天呢 在开板之后呢 连续三天能够充板 这个说明人气是比较旺盛的 对吧 第一天呢 它闸开以后呢 封板封回去 昨天呢 也冲击涨零板了 今天呢 开板更快的冲击涨零板 昨天呢 还住进机构协位 买了7400万种股左右 这样呢 就可以看出来呢 人气比较旺盛 在网上的拓展空间 那你如果说 跟老股比的话 那它估值肯定不可能便宜 对吧 比如说跟华能星的原比 那它会贵一点 这辛苦的一个特点 那么东鹏饮料呢 我觉得是实在是太贵了 实在是太贵了 这种公司 没法做横向比较 没办法做横向比较 这个运动饮料 对吧 外到这个程度 就是我昨天贴的跟 跟这个康师傅比呢 其实是非常有可比性的 因为康师傅的 它是方便面加饮料 本身呢 就比它规模大得多 大得多 第二个呢 在饮料方面呢 康师傅的饮料品种 也非常的多 对吧 这个从茶 到这个偏 这个营养品类的 有维生素类相关的 也可以充当的 运动饮料的 也很多 但是呢 才多少 才800多亿 还是港币的市值 所以呢 东鹏肯定是贵的 至于说机构有没有能力炒 市场认不认 那是另外一回事 从价值判断来讲 那是贵的 从炒作氛围来讲呢 我觉得它也没有 贝索尼上来的时候呢 那个环境 贝索尼上来的时候呢 是市场呢 刚好想借力 炒一下一枚板块 然后通过一枚板块的高弹性 把市场的反弹拉回去 它是有一个背景 就是从个体到板块 到市场需要 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背景 这里头呢 跟东鹏现在呢 不一样 东鹏现在 你说它就算炒了 它跟谁有联动呢 它没有特别联动 它可能能够支持的 就是白酒类 跟白酒的一个联动 大家炒一个市值 炒一个市场的一个人气 这样的一个情况 嗯